一 二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警犯追逐降近20分鐘 嫌犯相當頑劣 不管警方怎麼嚇阻他就是不下車 一連好幾聲槍響 嚇壞所有人 但依然沒能成功阻止嫌犯逃逸 嫌犯開著黑色轎車 突然加速往後倒車 接著再猛踩油門向前衝 一名持槍遠景打扯駕駛座車窗 警犯槍組到 連續槍響嚇壞後方駕駛 車上的嫌犯是個貫切早被警方盯上 沒想到他衝撞遠景 只好開槍打爆輪胎 最後強拉出來上靠逮捕 在街頭橫衝直撞 不但危險還撞傷遠景 好不容易靠上手靠腳流 就開始想叫律師來現場 但光看他的黑色轎車前後輪胎被打爆 擋風玻璃也被遠景打凹一個洞 應該就知道當時警匪追逐相當激烈 還說不是故意的 但這個44歲的審訊冠賢 因為在雙河地區闖空門 遭到警方鎖定 而且他錢科累累 高中畢業家中有留有多間店面 是個身價千萬的富家子弟 但因為染毒和父親徵產 2011年他偷鋼瓶變稱是找廁所 其實是缺錢買毒 去年又因為違規兆逃 警方開了四槍被他逃掉 隔天才逮到人 但巧合的是他都開同一台黑色轎車 被騎破車輪的轎車完全爆胎 已經無法行駛 嫌犯不改逃逸行為 這回警方苦捐了兩公里 總共開了八槍 還好順利制服嫌犯有驚無險